我喜歡這款遊戲, 剛才開始你也提及過Food Chain 因為我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玩過Food Chain 沒有 因為我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完全帶給我Food Chain 的感覺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卓右講玩卓右的時間 今天我又來到Frad家, 幫我一齊去review這款台灣夜市 相信大家看過我之前2023年的Top 5的影片 也看過這款遊戲是我2023年Top 1的遊戲 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遊戲是怎樣玩的 其實這個玩家在這個遊戲中, 是做台灣夜市不同的攤檔店主 這個遊戲的最終目的是, 去開攤攤攤檔 然後要客人去光顧你的店鋪, 買東西吃 然後在結尾遊戲的時候, 會有多少個玩家 玩完五個回合, 或者六個回合之後 然後完結尾遊戲之後, 看看你的錢多不多 這個多錢就是定輸贏的最終目標 所以錢在遊戲中是VP 這個遊戲的Game Flow就是 一開始, 玩家就會根據你場上的攤檔多少 然後就會分為先後手 然後就會在這個遊戲中 現在說的遊戲是廣播 這個遊戲中, 每個人會選擇一個特殊功能 這些特殊功能可能有些是 你建設某些攤檔的時候, 可能會多些錢 說到攤檔, 其實攤檔有四款 有吃黃色的食物, 像東立那樣的 有橙色的肉串 還有藍色的珍珠奶茶 還有綠色的麵 所以不同客人會因應你不同的食物去光顧你 選擇完每個回合的特殊技能之後 就開始進入遊戲的Betting Phase 每個攤檔不同的位置都有不同的好處 有先後的次序 因為客人會先從這個位置 有左上角的位置進入 然後到這個位置 然後吃完之後就會沿著 然後到這個LV2黃色的條線去光顧這裏 所以越前面的攤檔就會越好 所以我們就會去Betting出價 去投你的攤檔 當投完攤檔之後 投完攤檔之後 每個客人 其實客人都有公開的客人 在不同的出發點是大家看到的 但是同時間每一個玩家 現在手上都有四個客人 大家看不到的 然後我們就會選擇一個客人 就會放在外面 到我們選擇好客人 選擇好你的攤檔頭後 然後再建造商店之後 你的隱藏客人才會打開出來 好了,現在Betting完之後 然後再選擇完你想建造的四種食物攤檔之後 客人就會從這裏開始 就會出發去光顧你們的店 光顧完之後 光顧的時候 就是剛才我都說過 先去他們前面看到的店 先去吃光顧了 所以前面的店主 會先收割 然後賺了錢 然後去到後面那些 可能前面吃了這個串 後面吃肉串的玩家 就可能會沒有了 當走完完的客人之後 找不到食物的客人 可能就會留在這個位置 LV2這個位置 然後等下一個回合 看看有沒有機會幫忙 但是在最下面那條路 如果吃不到的話 就會出發遊戲 這個遊戲這樣就完成了一個回合 玩完五個回合 或者六個回合之後 這個遊戲就會結束 我再輕輕說一下 這邊有什麼特殊功能 特殊功能的話 可能我之前提到 就是起某些攤檔會多些錢 也可能有些特殊功能 會令到客人光顧你的時候 會額外加多收入 或者有些客人有些功能 就是你有一個大聲功能 可以在後面賣廣告 然後把前面的客人 先吸引到你那裏 光顧你先 或者有些特殊功能 最後的特殊功能 最後的回合的特殊功能 就是令到你 計分的時候 有些額外的 bonus OK 平常的遊戲大致上就是這樣玩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對這個遊戲的看法 所以我先不說我的感受 我現在就先交給Fred 因為Fred也玩過兩次 三次?兩次 兩次 不夠你玩 你對這個遊戲有什麼感覺呢? 講好還是不好 一起講吧 一起講也好 第一次玩是我們玩五個人 對 五個人 但是這遊戲 你看到這個位置 就是1 2 3 4 就可以排四個次序 所以這遊戲應該設計 是四個人玩 沒錯 四人以下 應該是 五人那個其實是一個 Kickstart 它能夠遇到某一個 Squatch Go 然後它才加進去 所以第五個Player 是額外的 不是在遊戲設計裏 所以我們玩過五人版和四人版 講回四人版 四人版的體驗我會給8分 五人版我會給6.5分 那為什麼四人版會高分一點呢? 因為四人版有些攤檔是會開不到的 嗯 是 那就變成了 Betting那裡好像比較重要 但是五人版就全部攤檔開 還有很多時候都沒有食物 那些客人通常會在這裡吃完東西 吃不到就走到這裡 然後再一邊吃下去 那很多時候 那些客人都會被人吃光 因為開了太多攤檔 有 有沒有 都是每個人放一個 對 但是不知道在感覺上 我玩第一次是 很多客人都來不到我 在這裡吃東西 被前面折光了 第二次可能因為 不知道是不是會玩了 還有因為有block了 發覺有多了客人可以吃到我的攤檔 所以我覺得體驗上是好 還有兩次都有玩expansion expansion基本上是 好像你之前那樣說 是必要的 有完expansion其實是 才會有這個百分以上 那 一開始玩的時候 最好玩我覺得是 Betting的位置 Betting的位置 是會有少少令到AP的 因為Betting那刻其實很重要 每一round都有一個人 會贏到兩個攤檔 其他人只能夠贏到一個攤檔 那你有兩個攤檔的話 你能夠吸引到你的客人 吃你的東西的機會就大了 所以Betting的位置 其實是最好玩 也是最刺激的 雖然每一round都有一個人 贏到兩個攤檔 但是贏到兩個攤檔的人 先後次序是會 有一個後追機就是 他會先走 他會先走 走先Betting的話 其實會不著數 所以其實這個遊戲 有一個後追機 就是雖然你之前說是 像Food Train Food Train是沒得後追的 沒得後追的 所以這個遊戲其實也有得後追的 還有 所以這個遊戲設計方面 做得挺好的 你不會無限墮後下去 你會有一個希望可以追到 第三就是 臨尾的round 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有人忘記了 最後一個round 是所有誠意的 所有你的客人都可以 你的攤檔可以有兩個客人 之前只有一個 所以第五個round 對 所以為什麼第五個round 永遠都吃不到 因為我的攤檔 玩第一次的時候 是在中間位置 被人吃光 但是四個人少了攤檔的時候 就有機會吃到 還有很多人忘記了 第五個回合 是可以有兩個客人 每個攤檔 所以計算錯數 很多人都會 忘記了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但是整體上是 Thematic是真的很過癮的 因為你好像真的 我會覺得自己 好像在年宵一樣 跟人搶著攤檔 搶著客人 但是也有一個 很cutthrow的位置 就是你的plan 每個人都有機會 被人拖 技能方面 其實如果玩了兩次 我發覺有些技能 是真的有用過其他技能 那是正常的 大寶很多遊戲 都有這些 例如大聲弓 其實真的一件很有用的 我覺得 反而垃圾檔 我覺得沒有大聲弓 那麼有用 就是類似這種東西 因為我喜歡這遊戲 剛才開始 你也提過Food Train 因為我玩這遊戲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玩Food Train 沒有 因為我玩這遊戲的時候 它完全帶給我Food Train的感覺 因為其實Food Train也是這樣 開店 又是吸引客人去光顧你 然後你跟你的對手 很有機會就是 原本打算去光顧你的時候 然後對手可能賣廣告 或者一下子 就把你的客人吸引去你 或者跟你打減價戰 然後就會令到你那個回合完全沒有收入 這個東西其實有點像Food Train 因為剛才你說 你的檔攤是在中間位置 但是你給前面的人 就已經把客人收入了 令到你沒有收入 或者有時候可能有個大聲弓 如果大聲弓的話 或者那個人在你後面 假設你覺得 這個回合我要賺多少錢 計算好數目 所以我就打算這個檔 誰知道後面有一個大聲弓 就把你前面的客人拉到後面 結果你原本想買到多少碗 紅燒牛肉麵 誰知道一碗都賣不到 然後那個回合就沒有收入了 所以這個位置 我覺得很像Food Train 雖然這個遊戲其實也很判斷 但是它沒有Food Train 那麼厲害 因為它起碼有後追機制 以及它一開始 如果你的回合沒有收入 你要去解僱人 如果你解僱員工 令到你的能力少了 但是這個遊戲是不存在的 你的回合的收入少了的話 是不會影響到你下個回合 你做少的事情 最多就是可能 你跟別人攤檔的時候 你的資源可能會被人少了 但是它不會令到你說 損失了某些員工 或者損失了某些能力 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所以它會叫做 我認為這個會叫做 溫和一點的Food Train 還有我覺得它 我喜歡它第二個位置 就是你客人的位置 每個玩家 除了公家 有一個公民知道的 客人會出來 然後會知道 這條路 可能會有三個客人會吃麵 一個客人會喝珍珠奶茶 一個客人會吃動物 我大概會知道是多少 你的計劃大概會知道 你想興建什麼 或者是做什麼 但是 每個玩家都會有一個 Face Down的客人 開始會放在這裏 賣好你的 賣好你的攤檔 那時候才揭露出來 然後突然發現 原來這裏 有很多人喝珍珠奶茶 突然爆了很多杯 然後 然後 之前放在這裏 有個Face Down的 賣柱奶茶 那個玩家 可能已經在這裏 計算好 計算好 這裏 會有少許 有個Hidden Information 的未知之數 令到這個遊戲 好玩的程度提高了 令到我覺得這個是 第二個我會喜歡這個遊戲的地方 以及根據遊戲的進程 Face Down的客人 可能第一、二回合放一個 到最後兩個回合 Face Down的客人可能變成三、四個 所以最後兩個回合 才是大家賣牙的時間 你知道嗎? 最後一個回合 就是決定誰會贏 之前的回合也是鋪定爐 幫自己鋪定好 站好你的 你的攤檔 布骨 布骨 但其實最後兩個回合 才會有少許遊戲改變的感覺 可能之前我們玩一次就是 可能你填了幾個回合 你以為你的收入好像很多 但可能其實最後一個回合 因為多了很多Face Down 即是未知的客人出來 然後再加上你每個攤檔 你都可以吃兩個客人 然後就可能令到你的收入 突然一下就跑上來 所以最後兩個回合 才是最重要的遊戲改變的位置 絕對是 但最初三個回合 你要賺錢和買地的平衡 要做得很好 而且以前會有一種Power Grid的感覺 你不可以永遠都帶頭 儘量不要令自己永遠都帶頭 大力也不可以永遠到最後 所以這個平衡做得不錯 而且我很喜歡它的廣播 即是這個玩的遊戲 一定要有廣播 沒有廣播就是Family Game 有了廣播就是Gamer 其實是沒錯 有些能力比較好 有些能力比較差 可能你的垃圾桶 大聲公很厲害 垃圾桶可能就像收陀地一樣 跟你隔離店鋪 即是貼著你的店鋪 如果你有生意 你就會向別人收垃圾費 去收陀地 但是當一些玩家 如果在裡面的攤檔佈局 如果不是那麼漂亮的時候 其實這個也可以叫做 幫你賺點錢 對 其實它因為直接在對手拿錢 好像打銀河包 收陀地 可能會一上一下 可以拉回到 所以 有些會是 situational 一些 看情況 但有些是比較百搭 例如剛剛說的大聲公 真的 你拿了它 一定不會吃虧 但如果看你暴震的話 如果你無緣地拿了垃圾桶 隨時可能 過兩彎人 可能轉 因為有得轉檔 你不一定開開肉丸 就一定要做肉丸 你可以轉賣珍珠奶茶 可能會令到你計劃 對 比較situational 但有些是比較百搭 所以其實它放在一起 我一定會選擇大聲公 除非情況真的很好 對 因為它每一個回合 只讓你選擇一個特殊能力 接著到下一個回合 可能會更加強 但是 所以令到你每次玩的遊戲 都想著有不同的策略 可能我今次想大聲公 配一個垃圾桶 或者想大聲公 配一個 如何把攤檔一下 變成肉丸 突然間肉丸 你覺得前面的玩家 已經開了肉丸檔 你沒有什麼 沒有機會 你就可以有些特殊技能 可以幫你的肉丸檔 改成牛肉麵檔 這樣 可以救回你的生意 對 可以轉策略 所以好就好在意 最後一回合 選分也很重要 最後一回合的技能 是幫你增加分 對 選錯了就很大力 所以那個很重要 我試過有一次 第一次就是 原本想著我十拿九 找你應該可以拿到五個鞋 以上 然後這裡可以有 bonus 10分 然後我就選了那個 怎知道後來 因為外面有些人在搞事 拿了我的客戶之後 原本我計劃的10分就沒有了 不然我選擇其他 bonus 反而我會有分 所以這個要想得很清楚 對 那個位置要想得很清楚 對 Hidden Information 剛剛觸碰了 我留意了 有沒有說 還有什麼 其實現在是這樣的 最近我在BGG的Facebook 即BGG的Facebook 有一個群組 我看到有些人開始去找這遊戲 然後有些人就問 為何這遊戲還未到 因為可能美國在拍貨 但開始的人已經知道這遊戲 還有些人想去找台灣的人 直接買 但台灣的人都沒有貨 所以如果喜歡這遊戲的朋友 你們可以試試直接去接觸台灣這個店家 然後看看他有沒有貨 可以直接去賣給你們香港 香港也便宜了 這個運費會 我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Dice Tower 蓋上了 哦 是的 我記得了 但是你早去半年以上 已經留意到這遊戲 有沒有呢 我一開始在BGG那時候 你BGG已經是年多前 半年前已經玩了 所以有人開始注意到這遊戲 但是如果你要問和我說 這遊戲有沒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應該這麼說 可能我就會說 如果你玩熟這遊戲 然後再找一個新人跟你一起玩的時候 他又不熟這個 Expansion 的特殊能力的話 可能你就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優勢 所以因為它那個 令到你想推新人進來玩的時候 那個難度就會有少許在這裡 但整個遊戲我都很喜歡 所以我就選了 是我的2023年出的遊戲 這個Top 1 就是這遊戲 對 因為你改完Top 1之後 已經在群組裡 有人問 有人問 就馬上去玩 想試一下 對 如果你想介紹給別人玩 你會介紹給什麼人玩呢 不介意 Cutthrow少許的人 因為不一定都喜歡Cutthrow的東西 例如你放在這裡 人家又搞你 每一回合都被人搞的話 但如果我被人搞的話 我會想選別人 所以我覺得是開心 但有些人被人搞的話 很不開心 所以 對 因為這是一個零和遊戲 外面的錢 我賺多一元 等於你少賺 我賺多三元 等於你少賺了三元 所以這是一個零和遊戲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玩這些 這麼Cutthrow的遊戲 本身喜歡拍賣的遊戲 不是算拍賣 都是必定 因為你只可以喊兩次最多 喊兩次 你喜歡拍賣的都會介紹 一開始我覺得有點像PowerGrid的感覺 因為它有PowerGrid拍賣發電廠 然後拍賣這個檔口 其實兩樣都重要 因為發電廠其實很重要 這個檔口基本上決定了 你的客人能否吃到 你有沒有客人 決定了你能否贏到遊戲 其實這個位置也很遲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款台灣夜市 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短片 記得訂閱和分享 還有還未按LIKE的朋友 記得按LIKE我們這段短片 還有最後就是 你還未訂閱我們BG Pro的頻道 記得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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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